那个婆婆就直接突然下去了 所以我们就是冲到月台边 18岁里同学应有跳下轨道救人 从监视器画面来看 阿嬷已经掉落 四五位旅客在月台边好惊慌 有人冲去帮忙 有人挥手要火车停下 我是站在月台边确认车子还没进站 才敢下去 然后把婆婆拉到月台中间的碎尸去 这位阿嬷当时在轨道上很无助 男同学直接跳到阿嬷旁边 手脚迅速把阿嬷拉到月台轨道间的 空隙等待 过程中不断安否阿嬷 但其实距离列车近站 只有短短三十秒能反应 我当下其实没有什么情绪 就是我觉得想比较多 因为自己安全要顾到 突然来的勇气也不知道为什么 敢去把它移过去 所幸两人躲过没大爱 事发在24号早上八点多 板桥站南下2A月台边 李同学吃早餐等车 要去台中帮人庆生 他的朋友目睹全程 从第十车厢月台处冲到车头 要找站务员求救 台铁回应阿嬷脚踩空跌落 腿部擦错伤 被旅客拉上月台 复要后无大碍 共影响五列次 共计四十分钟 根据恐计 板桥站近三年 没有旅客失足落轨 在台铁月台边 其实是没有任何月台门的 所以只能靠这个黄线来示警 如果旅客刚好走在这个楼梯之间 其实离月台的轨道非常的接近 台铁回应正在演绎月台门的可行性 预计十二月在高雄站事办 目前除了黄色警戒线 警示灯还有站务员吹哨提醒 年长者或行动不便者 可以请保全搀扶 进出站也可以通知保全和列车长 根据铁路法规定 若非意外擅长轨道可罚一到五万 让陈重大事故最高罚五十万 就会难同学救人 当然免罚两人最后都平安 当机立断救人第一 也让大家赞赏勇气可嘉 铁北新闻 陈建明 调查人 新北才放不倒